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文昭思绪飞扬 咱们今天接着来聊 史上最强预言 推背图 推背图 神准预言千年变局 和现代预言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 解读了推背图 关于辛亥革命的第37项 还有关于新冠病毒 也就是从发源地来讲 叫武汉肺炎的第56项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推背图对人类终局的预言 如果有些朋友 对推背图这个名字的由来 还不熟悉 我们之前那集节目当中有介绍 请您看完本期之后 再移步到那里去看一看 由于推背图准确预言了 未来发生的大事 在皇帝看来 就有煽动人心的作用 所以历史上屡遭皇室的禁止 宋朝的时候 出于宋太祖的指示 把推背图已经应验的33项保留不动 剩下的27项的顺序给打乱 由于把挂项 甘之或者挂序搞乱之后 预言的时间顺序就被搅乱了 那么它的准确性也就大大下降了 现在最流行的版本 是明末清初大才子 金圣炭的注解版 这本书包括有60项 每一项由一幅图 一首称语 一首宋诗和周一礼的一卦组成 但是这个版本的推背图 也是在宋代以后的版本 2007年台湾出了一本推背图 《归序全节》 作者是陈希和文征 目的就是要还原最初的推背图 把各项的次序调整到正确的位置 近期又有一位奇人 笔名叫做道奇博士 从各挂有序的阴阳变化 找到了校正挂序的办法 不过他的规序工作还没有完成 期待他做完以后 咱们再和大家分享和解读他的研究成果 一般来说 后人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去倒推 看他更符合推背图的哪一部分预言 所以经过这么不断教演 越接近当代 时间越靠后 按理说推背图各项的规序应该更加准确 但是对预言的解读 总是免不了各取所需 所以对预言内容的解读 各家各门总会有分歧的 对各项顺序的理解也总会有分歧的 这都是正常的 那今天我们就以 推背图规序全解为主要依据 结合其他一些解读 来聊 推背图所预言的人类未来领袖 和人类的终局 这一项虽然排序在第47位 但很明显谈的是人类未来的领袖 至于说 这位重要的领袖是出现在中国 还是别的国家 但从这一项里面没有办法判断 趁语说的是 炎武修文 紫微星明 匹夫有则 以言为君 这里说的紫微星明的紫微 指的是帝星 代表人间的帝王 紫微星由暗而转明 意味着动荡结束 尖雄消雄们退出了舞台 真龙天子正位了 炎武修文的意思是说 未来的这位领袖主导的是文治 不是武功 他不是靠战争创立功绩的 匹夫有则是说拥戴支持这位领袖 是普通人的责任 在推背图的作者所生活的时代 君主之位要不然是打下来的 要不然是继承来的 所以和匹夫有则这句话意思最接近的 就是这位领袖是老百姓 也就是匹夫们 选出来的 推举出来的 一言为君 是指这位领袖 靠一两句很简单的话 就说服了大众 得到了人们的拥戴 再来看这一项的诵诗 说的是 无王无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好把旧书多读道 一言一出 献英明 无王无帝定乾坤 是指这位领袖 他没有人间的帝王称号 却能够扭转乾坤 决定人类命运有这么大的力量 很多解读者认为 这里指的应该是民选的总统 来自田间第一人 是指这位领袖 出身于平民 不是什么王侯贵族的后人 而好把旧书多读道 是指领袖读过很多传统的典籍 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素养 一言一出献英明 这个意是正义的意 是指领袖说出的话很正 而且很睿智 很明白 宋诗这里讲的是 会对历史发生关键作用的 这位领袖具有哪些品质 那大伙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谁和这些描述 是对得上号的 金圣探的评注说的是 贤王来治理国家 很多能人治世都来归附这位贤王 但他不把功劳归给自己 是像道家讲的那样无为而止 这会是一个真正的圣事 这一项所配的卦 是周易里的第六卦 送卦 诉诵的送 就是打官司的意思 这一卦 卦词的意思是说 诚信被窒息了 真相被掩盖 存在着恐惧 意见被割裂 所以就会有征送 就会有打官司 持终守证才有吉祥 如果诉诵个不停 一味的争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也不利于冒险 但有利于请有品德地位的人来做裁决 这第47项配上送卦 大意是说 这位领袖会遇到很激烈的争议 或者说要经历很激烈的争议才能产生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想起了什么没有 我个人觉得 最能勾起相关联想的 就是川普总统所受到的弹劾 这倒是直接应了送卦 但是从47项给出的其他一些信息来看 又不完全符合 再来看这一项的配图 释放了很多书的书柜 这也很直观地告诉大家 贤王是以文化礼仪等等来治理社会的 摆满书架的古书 也可能意味着回归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在解这一项的时候得把配图 衬语说的是 似乎讲的是世界大同的未来局势 俗话说人很有城府 就是指很事故心机很深 所以这里说无城无府 是指人们没有心机没有戒备 无尔无我是指不分你我 道德水准很高 天下一家至真大化 是说人们不分地域将界 都能和睦相处 社会秩序非常的好 真与完善 简直这世上的人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所以这首称语 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完美的未来图景 再来看他配的诵诗 说的是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持千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南西北近和睦 那这里就要用到拼字和拆字的方法了 咱们前一期节目讲过 拼字和拆字是解推背图很重要的方法 一人为大就是人字加上一横 就是个大字 这个很好理解 手持千筒拔去竹 这个筒字如果去掉竹字头 那就是个筒字嘛 所以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大同 说的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太平盛世 不仅是中国 而是人类社会黄金岁月的到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下一句说的是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南西北近和睦 描绘的就是这个图景了 红黄黑白指的是肤色嘛 各色人种都能平等共处 而东南西北呢 是指各方的人们也都很和睦 手持千筒拔去竹 还有一层意思 也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千筒是占卜的工具 大家求签要用到它嘛 所以这一句话还暗示 未来的人们甚至不需要补挂了 似乎不仅是社会安宁 安居乐业啊 而且人类的文明都有一个升级 连通过补挂预知未来这种方式 都不需要再采用了 有意思的是 近年来有很多都市传说流行 说有来自于未来的时空旅行者 说了什么 预言人类未来关于自身和宇宙的认识 会有一大提升 灵性的大门会打开 甚至会证明更高维度的生命 神的存在 那这些玄幻的传说呢 倒是和推背图所暗示的人类终局 有异曲同工之妙 咱们再来看图 画上有一个文人 可能也是补算师 一只手拿着签筒 另一只手拿着竹签 签上似乎还有文字 这个占卜师呢 似乎是在让人选择 您也来抽一支签 又似乎在说抽到了这支签 你拿去看看 那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还是结合诵诗来看 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签筒拔去竹 似乎传达的意思是 要想进入未来大同世界的人们 你不是躺着好运就会降临 而是要做出某种选择 就像抽签一样 抽到好签就大富大贵 抽到坏签你就倒霉了 但是每个人抽签的机会是均等的 嗯 这么看起来要去到幸福的桃花园 还需要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像要抽到好签一样 这并不是一件概率很高的事情 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啊 什么叫做大同 大同两个字是出自于儒家的经典礼记 指的是美好无纷争的社会 也是陶渊明的桃花园记里所描写的 黄发垂条并宜然自乐 这样一种平静满足和谐的美好状态 中国人所熟悉的共产主义 其实也是一种大同愿景 但是他说的是 当物质极大丰富以后 生产力极大发达以后 满足人类的欲望完全没有问题了 世界就大同了 国家和阶级就消失了 这其实呢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预言模式 只不过传统预言是玄学 而共产主义自称是科学 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 必然要实现的目标 它和所有传统预言的根本区别在于 共产大同完全依赖 对物质力量的追求 发明更先进的科技 制造出更先进的机器 对人更严密的控制 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等等 最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把人们的欲望填满 而传统预言 都是着眼于灵性的启发 道德的回归 重新认识自己 获得平静中的满足 我们再来看 第59项所配的卦 是咸卦 它是周一里的第31卦 下根上队 是山和泽两个东西的叠加 象征山水相通 有很好的交流和感应 在孔子解释周一的著作《向大传》里 对贤卦的解释 有一句叫做君子已须受人 就是说要保持谦虚 容纳不同的观念 才能达到交流和感应 才能够有所收获 最后达成吉祥如意 推背图第59项用到闲挂 依次大概也是说 得保持谦虚 听得尽别人的劝诫 放下惩戒 才能够打开灵性之门 不能别人一说 预言你这一句迷信 就怼回去了 那这样的话 就很难听得见灵性的召唤 那又怎么能够 最终做出正确的选择 进入未来美好的大同世界呢 这些预言的作者 咱们除了那些纯骗子之外 就真正的预言作者 一般是抱有善意的 是希望读者们能够有所领悟 能够趋吉避凶 躲开灾祸 推背图的作者之一 袁天刚是益州成都人 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 他精通面相捕算 五行八卦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 他曾经救下过一船人 有一天 袁天刚要乘船渡河 船老大要开船的时候呢 袁天刚却一步走到岸上去 回身拉住船老大 不让他开船 那别人就问他 为什么 袁天刚也不说 就是死拽住船家 不让开船 过了一会儿 来了一个跛脚的汉子 扛着东西上了船 这个时候 袁天刚才放开船老大说 行了 可以开船了 船开到江心的时候 忽然起了大风 船几次看着就要翻掉 最后呢 还是划线为夷 死里逃生 安全的过了河 劫后余生的船家 就问袁天刚 这个事情的阴游 是怎么回事 袁天刚就说 他看到船上的乘客 鼻子里喷出的都是黑气 当然这是他看到的 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这是有性命之忧的表现 但是呢 有贵人上了船以后 就不怕了 贵人就是最后登船的 那个跛脚汉子 他叫楼师德 后来辅助唐高宗和武则天 曾做过两次宰相 这件救人的故事 记载在新唐书《方济列传》里面 但是仔细想一想 袁天刚这种救人的方法 救得了人一时 却救不了一世 如果这些人命中该绝 他就算沾了贵人的光 躲过这一劫上了岸 也会有别的灾祸 在前面等着 但是毕竟呢 是沾了贵人的光 延续了一段余生 那就有机会回心转意 选择另外的人生道路 从而扭转命运嘛 而推背图 就是这样一本 不断警醒人们的书 今天这个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 这一集视频有意思的话呢 请您收藏 订阅本频道 而且转发给一个朋友 咱们下回再见